本地美容行业的预约已陆续排到明年二月农历新年期间 业者增聘人手应付旺季需求 不过受访的美发美甲店表示 百物上涨之际顾客花钱更谨慎了 记者蔡可汗报道 这家位于牛车水的美甲店表示 今年年底的预约比去年热烈 预计营业额将上涨至少10% 我觉得女生都还是爱漂亮的 所以基本上有这些大节庆的话 不会因为说经济不景气而受影响 但是如果是以5年到10年这整体来看的话 是有稍微受影响 之前价位是普通 然后款式也是好看 可是现在会要求的更高一点 变成是说价位在这里可是款式要非常复杂 这家位于益顺的美发院则表示 本地美发市场竞争激烈 顾客消费也更谨慎 预料这个旺季将不如以往 今年的感觉好像是市场比较淡下来一点 因为顾客每花一样的服务 他们都比较谨慎 他们要染法 在以前的话是三个礼拜会来染一次 那么现在可能是一个月半到两个月 他们会来染一次 位于五级市的这家美容院则表示 消费者对美容保养的热度不降反升 业者说最红火的日期为下个月10号到圣诞前期 这期间的预约已爆满 大部分业者表示 佳节期间计划会维持原价留住顾客